名人搜身 賀君翔沉淪三溪坑 LV大包藏玩物 今天来上这个单元 特别把我以前买的鸭箱包带出来 因工作经常往返两岸的男性賀君翔 习惯背着大背包 所有哩哩哩哩的必需品 都要随身带着才有安全感 我是属于反而蛮细心的男生 因为我出国都会把什么牙线 牙线棒 然后什么 那个丝的纸巾都放在包包里 我在忙的时候 工作人员有时候帮我拿包包的时候 他会说你是带筋块出门还是什么 原价抢到的Jordan复刻鞋 Zabrik联名外套T恤 还有空号饰品和Rod的号星系列陶瓷表 不仅平时穿搭讲究时尚美感 没想到就连搭机时也不能松歇 像墨镜就是必备的 我觉得像我出国必备就墨镜 因为有时候真的看起来就是眼睛无神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戴着墨镜 不要让人家发现你的眼神 我以为你的眼睛24小时你就都在房间 没有没有 有的时候真的在飞机上睡觉的时候 因为我就不喜欢睡觉的时候被人家看出来 以睡觉的丑态这样 耳机也是必备的 这个就是一个最近新出的 壁磁的这个无线的蓝牙耳机 非常的好用 出国会戴 就是坐飞机的时候就会戴它 所以你出国的时候你的头上很忙 其实很忙 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 因为我会戴帽子 然后戴耳机 然后戴墨镜 然后戴口罩 你这样不太爱了 根本人家不知道你是谁啊 大家一直觉得 这很怪怪的 包山包海的后背包里 除了必须的日常用品外 当然还有最爱的玩具们 我记得我也是很夸张 是我飞那个纽约长途的时候 我就是很担心在飞机上坐太久 真的受不了 我就把那个DJI 不是有出一个飞行眼镜 就很像AR的眼镜这样 那是也蛮夸张的 但我今天没有戴 哇 好刚刚讲到的 随身必戴GoPro 其实我是不是出国才会戴啦 那在台湾没有出国的时候 其实不会戴 用意是有时候像我很喜欢游泳 那因为GoPro它就是防水的相机嘛 那有时候就是会在潜水的时候自拍 那我其实算是还蛮喜欢收藏3C的东西 对 所以其实应该3C的这应该会找你 对啊就是我什么什么 凡凡只要这种关于扫地机器的 我也蛮喜欢的 时尚动新闻发达 怎么不然点不开 好焦虑哦 加入好评语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 就你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限时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